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三、五的分行全接觸 這個環節會邀請分行同事 邀請現場客戶跟我們進行互動 這節嘉賓請來市務總監郭Sir 跟我們解答客戶的問題 郭Sir你好 你好 郭Sir,這節我們會邀請九龍總行方面的同事 接通了分行同事經理Halvee Halvee你好 你好,郭Sir你好 Hello,謝謝 Halvee,看到內地股市方面跌幅收市都要差不多6% 氣氛方面不是那麼好 客戶那邊的投資氣氛又是否都比較差 對,跟您所說,大家都是看著A股市場的走勢 近日的走勢,那麼多政策出來之後 都是好像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大部分客人都是主要想關心一下 上證究竟什麼時候見底 嗯,好 明白,我們請教一下郭Sir 上證什麼時候才可以見到底部 老實說,這一次的跌不是技術上的因素 是跟客人說 過去因為融資金額規模比較大 說的是幾萬億人民幣 當市一路下跌的時間 中證監也規範到這個問題 一收緊這個margin 你也知道,一放就跌 一收大家就害怕 一怕就人踩人 來到現在這刻 就要視乎去到哪個水平 過分融資金額 能夠慢慢慢慢消化 據聞現在還有以萬億計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勢頭還是未定 入市的一定要保守一點點 因為現在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問題 是某些結構性的因素轉壞了 所以很多時候省湖理解到 當市場下跌 如果是技術上的因素主導的話 不要緊的 大家再看圖表的走勢怎樣 但現在不是這件事 現在是一些過分融資的金額 現在開始回頭要套現 如果那裏是以百億、二千億 當然沒有問題 但在說以萬億計 我相信不是三時兩日 馬上可以完全解決了 明白的 Havier 今天現場客戶方面有甚麼問題 張姑娘 稍微大陣 好 張姑娘 你好 是 我想請問郭Sir 中港股市 你好 你好 你講 郭Sir 我想請問你 大股市 即是 中港股市跌到哪裏 現在到底未 OK 郭Sir剛才也說了 內地股市暫時未見到底 港股方面是否跟著內地的走勢 先說內地 由於市場不是一個技術上的因素的下跌 是純粹因為過度融資 這個融資金額以萬億計 市場慢慢慢慢會消化 需要時間 如果你的規模是比較小的 當然簡單 但如果說上萬億 甚至兩三萬億的話 斷股不會一天一個星期可以完全解決 所以在這件事件上 你去量度的低位 其實來說很多時候是測覺不到的 如果在說技術上的走勢 A股已經下跌了 根本上下跌到超賣 尤其是6月12日還是5178點 去到今日的低位3630點 三個星期而已 已經跌了差不多30% 1500多點 論跌幅一定是超賣 但後面還有以萬億計的融資 仍然要慢慢慢慢去解決 到底有沒有政策出台 怎樣去解決 現在這分鐘我們都不知道 你單單說減息 下調銀行準備金 或者券商可以自行去追擴媽展等等 其實這個未必可以完全解決問題 因為以往大家不理性的買 現在是恐慌性的拋售 一到恐慌性的話 其實就不能夠用常理去判斷 唯有等市場慢慢找到低位 可能去到後一個階段 仍然會有些零零碎碎的反覆 逐沉底的形態 做好心理準備 不過論跌幅 我覺得已經過了農 這是事實 至於香港這邊 其實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A股既然持續下限 港股就很無奈 一定受影響 最低限度 一眾的H股都會深受影響 尤其是早前 大家刺激炒賣的一些 二線三線股 你看每個都陷害四腳朝天 所以在很多分項我強調一件事 幾年才來一陣子 大家都不想放過去 但是風險管理真的要做足 如果退休人士 真的80萬到90萬的錢 你一定以100萬的資金來計算 你一定要投放在一些傳統的股份上 寧願慢一點 穩陣為上算 10萬或者20萬 你就做你的股神去炒賣 但也要做好風險管理 如果你不做風險管理 現在看得到 可能整個倉一打開 全部早前追下來的二三線股 在這個節目中曾經有個客人說過 有六隻一些小價股 找不到一隻傳統的股份 小價股有些跌50% 有些跌60% 殺傷力大到你自己也想像不到 最慘就是不捨得沽 你問到我港股能夠去到哪裏 現在這分鐘暫時的低位是25618點 還要看看歐洲那邊 希臘的供求情況到底是怎樣 因為希臘的債務問題 令到市場避險情緒升溫 總的來說現在是不明的 我也不能用傳統的波幅理論去測市 因為波幅理論是反映不到內地的融資過渡問題 亦反映不到歐債相關的問題 暫時小心點 保守一點點 好 麻煩張姑娘你的查詢 麻煩你把電話給我們的同事 好 麻煩 好 還有一位是鄺先生 鄺先生 稍等 郭先生你好 你好 鄺先生 想問一下2822 是呀 你有沒有課呢 現在未有的 我想問 譬如差不多這個時候 這個價錢買作中線投資的話 可不可行呢 222 14.58 現在跌超過4% 現價可不可以作中線的持有呢 你問到我這個問題 又要看A股到底跌定了沒有 跌了很多 但融資相關的問題仍然還在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你說在現在這個價錢買 2822 我只能跟你說 如果作中線部署 你都一定要有兩手準備 分著慢慢賣 千萬不要那麼急 因為去到現在這一刻 可能 股市會有些少少不理性的拋售 尤其是A股 你看看今天走勢 跌200多點 曾經一度倒升少少 又再跌200多點 換句話來說 逢高的人都是沽的 事實上沒辦法 兩融的問題仍然還在 14個5號6 14個5號8 其實由18.6號跌下來 已經跌了4元一股 但問題就是 A股一日都未出現 一個技術上斷定的勢頭 讓我看得到 我只能跟你說 你可以買 但一定要分主買 還有一件事 不要抱著 我今天買 我明天有錢賺的心態 不要抱著短線炒作的心態 郭Sir兩柱 你覺得什麼位好呢 如果你說現在14個半島 如果說賣一柱的話 我會建議 第二柱就看看 因為一個月的低位14個1號6 不跌穿當然問題不大 但A股這樣的情況很難說 萬一真的跌穿14個1號6 就看位再買第二柱 或者將它分開三柱來買 因為這次股市的下跌 不是技術上的因素 如果技術上的因素而下跌 就很容易測度 但現在一些 其他因素的轉變 令到 測試方面 就不能單單拿著一部圖表來看 一定要看大環境大氣候 明白 分三柱買 如果真的要做中線部署 明白 好 麻煩郭先生給電話 我們同事Havi 好 還有一位陳小姐 是 好 喂 陳小姐你好 想查詢哪隻股份 你好 我在70元買入了27元 是銀魚的 限銀魚 但我想看看可不可以升到50元 才止洩 明白 明白 銀魚現在34.6元 和陳小姐的買價已經差了一半 其實豪島股近期都有一個反彈出現 想不想到50元這個水平 郭先生 這裏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以現在來講 澳門的博彩稅收好像轉定了 但因為去年6月份的基數是低 去年7月份的基數還是低 所以變成好像有一點點轉定 但往後還要看看 博彩稅收能否步入增長的周期 但我想暫時來說會比較慢一點 加上A股跌了那麼多 有負財負效應 你也知道 賺了錢的不是豪少少 住、吃、玩、博彩你都會很治愈 但股票輸了 或者已經輸到沒有了 你哪有心靜哪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短期來說有反彈沒有大升 至於可不可以等到50元 如果首貨是自己的 澳門博彩賢今年不行 或者明年慢慢好 始終一旦附入一個新增長周期的時間 肯定會上升 但要時間 要時候慢慢等 我自己覺得 你既然70元賣了 又沒有做風險管理 現在這分鐘 只要自己有持貨的能力 暫時應該先等等 因為已經錯失了 理性止蝕為止 那一分鐘跌穿64、65元 不對板 最後60元穿了 應該就止蝕 你到現在這分鐘 很被動 沒辦法 唯有等 給點耐性 Havi 麻煩你 多謝你的查詢 多謝現場客戶的查詢 跟你談到這裏 郭Sir 和你做新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一種持有 是沒有 多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有普通話的環節